大家好,我是头枪是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跟我在这里谈枪械聊生活,论三观讲故事 2017年的5月9日,我在油管上发布了一个将近36分钟的视频 视频中我讲解了如何拆装和清理一把格洛克199毫米第三代半自动手枪 那是我频道的第一个视频 时隔将近七年后的今天,为了庆祝频道刚刚达到的两万订阅 我重新编辑和完善了内容以后再次拍摄格洛克这个话题 毕竟那个视频是一直以来最受欢迎,还有持续观看人数最多的视频之一 今天我们回归基础,使用三把Glock第三代半自动手枪 17,19,26,对比它们的规格数据,介绍它们的优缺点 演示基本操作,拆装,清理,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 最后在如何选择半自动手枪上,我给出一些我的个人建议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们对我比较陌生 自我介绍一下,我在91年从中国北方移民美国 我这个频道是2017年5月上线 当初创办频道的目的是为了给美国华人社区传播枪械使用和安全知识 同时希望可以鼓励在美国的华人群体重视使用 还有拥护第二修正案的权利 我本人是全美部相协会认证的手枪、步枪、室内加防教练 靶场安全监督,也同时持有加州的隐蔽室随身直降证多年 我现在没有带学生了,只有在网上教学 我在拍摄所有视频的过程中都会严格遵守全美部相协会非实弹教学规则 所以我现在这个环境已经做到了有枪无尸弹,有尸弹无枪的安全措施 视频开始之前,我先给我们现在所有会使用在视频中的枪械进行一个安全检查 第一把枪,弹下退出,弹下内无子弹 枪塘内无子弹,这把枪现在是安全的 弹下退出,弹下内无子弹 枪塘内无子弹,现在这把枪是安全的 弹下退出,弹下内无子弹 枪塘内无子弹,现在这把枪也是安全的 弹下退出,弹下内无子弹 枪塘内无子弹,这把枪现在也是安全的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枪械安全守则 第一条,任何时候要将枪口指向最安全的方向 第二条,任何时候在没有准备开枪前,不要把手指放到扳机环内 第三条,任何时候在没有准备使用枪械前,不要冲弹上膛 这三条是最重要的枪械安全知识 也是全美步枪协会三大枪械安全守则 但是要做到完全安全并不止这三点 做到了这三点以后,可以防止多数的意外发生 在这个视频简介部分,由我总结的共15条枪械安全守则 都做到了,也就不会发生走火的意外了 请大家务必详细阅读这些安全守则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是过分的要求,都是根据经验而生 我之前有带学生的时候,每个人我都会第一时间告知 没有意外走火,只有疏忽大意 在大家面前是三把格洛克半自动手枪 都是9毫米口径 格洛克出自于奥地利 1963年,由一个名叫Gaston Glock的商人创立 70年代的时候,他们主打了军用刀具,手雷外壳 还有机枪弹药袋的业务 82年的时候,格洛克半自动手枪因奥地利军方的装备需要问世 当时在多数的半自动手枪都是在使用金属框架 还有撞锤的设计的同时 Glock使用比较轻巧的聚合物作为枪身 加上Glock公司独有的安全设计 让Glock半自动手枪成为一只改变枪械市场和划时代的商品 因为我在加州不在美国 所以只有第三代可以合法买卖 Glock在1984年靠Glock17打入联合国NATO市场 成为挪威军方标配 1985年在美国设立总部 1988年Glock第二代诞生 1998年第三代量产 2010年它出了第四代 Glock已经在2017年推出第五代了 不在加州的美国朋友们可以直接购买最新的Glock产品 我们这些悲催的加州人还用着一个快30年的老枪型号 Glock型号的数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顺序 一般都会用Glock G多少来称呼 后面再加上Gen多少代名第几代产品 我现在展示给大家三把枪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它们的大小不一 今天我用的都是9毫米口径的Glock半自动手枪 看着最大的是Glock 17 这个尺寸英文叫Full Size 全尺寸全尺码 Glock本身也称之为Standard标准尺寸 然后是一把非常经典的Glock 19 英文对它这个尺寸称为Compact紧凑型 最小的这一把是Glock 26 英文里对它这个尺寸的称呼为Subcompact超紧凑型 其他品牌的枪也有体积更小的称为Micro-Compact微紧凑型或者迷你型 也就是俗称的掌心雷 我有几把枪非常的小 也就是我巴掌这么大而已 Glock还有其他的设计 比如说是Slim Line细长型 Competition比赛型 比赛型的枪管明显比较长 Long Slide加长套筒型 还有Crossover交叉混合型 Glock的这个系列我没有收藏那么多 今天我用到这三个9毫米的型号 是美国最畅销的三个型号 我们现在先对比它的弹下容量 正常弹下容量 正常弹下容量是原厂出厂的时候 它给它设计的正常弹下容量 但是每个州的法律不同 有的州限制弹下容量 17的正常弹下容量 如果没有限制的话是17发 Glock 19是15发 Glock 26是10发 重量和体积的排序一样 我就不多讲了 这三把枪的厚度完全一样 都是1.26英寸 它们尺寸不同的地方 在于它们枪的总长度 还有它们的高度 从外观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在17和19的这个地方呢 它有两个导轨 那么这两个导轨呢 是为了方便你装一些灯啊 之类的配件 那么在26呢 就没有这个导轨 在Glock这个地方 有了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是两边都有 它的作用是将套筒 锁定在枪身上面 这是空仓挂机用的套筒锁 可以把这个套筒锁定在后边 这才把枪都没有拇指的手动保险 唯一曝露在外面 就是它的扳机杠杆保险 如果现在已经上膛 如果你勾挂到扳机的边缘的话 它是扣不动的 你一定要将手指 放在扳机的正中央 触动它的杠杆以后 它的扳机才可以激发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所有的枪 第一道保险 都是隔下您本人 就是你的大脑 一定要手机枪先安全守则 这样的话 才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视频 详细讲解了 格洛克的所有的保险装置 我会把之前视频 放到我简洁部分供您参考 如果大家要清理枪的时候 不需要把它完全分解 只需要把它做一个占地分解 也就是field strip 那么我现在看一下这个扳机的状态 扳机靠后代表撞针处于释放的状态 就是说是没有上膛 就是说你现在扣动扳机的话 是扣不动的 如果说是你看到的扳机朝前的话 这边有一个明显的空缺 这就是说是你的枪的撞针 是拉到后面去的 你现在扣动扳机的时候会释放撞针 所以说一定要确定你的枪里面没有弹药 在这个时候你在操作 拆开这把枪的时候 你把你的手掌跟扳机持平 然后往上 用几根手指挂住上面这个套筒 轻轻往后拉 拉到像这样让它有点错位的时候 用手指将这个按钮在两侧同时往下拉 这个时候放开上面这个套筒 如果说是你的扳机是朝前的话 就是说是你的撞针有上弦的话 你要扣动一下扳机才可以释放 如果说是你的扳机已经放下去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上下分离 这个时候枪身还有你的套筒就上下分离了 Glock手枪在上下分离了以后 套筒加枪管这么一整套 英文叫做upper或者叫做slide 那么中文里面有人叫做上机侠 枪身的部分叫做lower或者下机侠 在政府的眼里只有下机侠才算作枪 枪的序号是刻在这个格洛克底部这个位置的 但是我想提一下 格洛克在他另外两个部件上也刻上了序号 分别是在套筒还有枪管上面都刻了同样的序号 下机侠这个lower的部分是不可以随便买卖的 但是上机侠这个部分呢 是可以自由买卖的 在美国的枪械市场里面 这都算零件而已 大家在买格洛克的时候 不管是你在买全新的格洛克 还是在买二手的格洛克 你可以去看一下 出现在你枪底部这个部位的序号 是不是同时出现在你的套筒 还有枪管上面 上下分离了以后 这是附近弹簧 附近弹簧朝枪口的方向这样按下去 把它拿出来 枪管向上 往前推一下 然后再这样从里面退出来 这个时候这把枪就分解了 剩下这两把枪拆的方式也一样 好这三把枪分解了以后 大家看一下 因为他们炮筒的长度不同 他们枪管的长度不同 他们的附近弹簧的长度也不同 他们的设计是完全一样的 功能是一样的 使用的方式也是一样 那么我把17还有26 把它重新组装起来 放到一边 我现在留下来这个Glock 19 组装回去的也是很简单 那么现在顺便给大家做一个组装回去的示范 Glock 17 枪管放进去 附近弹簧 附近弹簧要顶住枪管 看到没有 这两边突出的这两块金属 从套筒最后面这两个槽 这个地方 顺着这个槽 这样 放进去 使劲向后一拉 你的枪就恢复到了工作状态了 Glock 26 一样 枪管 附近弹簧 同样你的附近弹簧 要顶到这个枪管后边 顺着这个槽 用力向后一拉 你的枪就恢复到了工作状态了 从刚才的操作 大家可以看出来 Glock的操作非常简单 比其他的一些半自动手枪的操作要简单多 这也是他为什么他在美国很畅销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他简单 一般的话 大家是平时清理枪械的话 拆到这样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把它完全拆开 但是今天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示范 我会把它整个拆开 下一个我先把它弹匣拆开 因为弹匣也会脏 如果弹匣太脏的话 也会影响弓弹 一般的话 我是说是没有故障的时候 我是不会清理的 但是如果是随身佩戴的枪械 或者随时准备需要使用的枪械 我是每次使用完了以后 我都会把它拆开清理 确定它处于一个最佳的工作状态 市面上有卖这样一个工具 它叫做Glock 2 但是说是你没有必要 一定要买它这个工具 你可以用任何一个 譬如说是冲头之类的东西 形状相似的东西 弹匣下面有这样一个按钮 你要这个东西 把它按钮按进去 用一点巧劲 把它向后扳 把它撬开 撬开以后 记住下面有个弹簧 有个东西顶着 出来的时候用手控制着 看到没有 弹簧 分解了以后 沾一点药水 在子弹出来这个部位 一定要把它擦干净 如果说是脏东西太多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刷子 弹簧同样 用一点这个清理枪的药水 把它这样过一遍 大家记住 在清理弹匣的时候 是不需要上油的 只需要把残留物清干净就好了 如果你在弹匣里面上的药水太多的话 还有油太多的话 子弹可能会反潮 你弹箱里面的药水越多 油越多的时候 它就更容易去吸附这些子弹发射时候的残留物 它这些部件都有它的名称 英文里面这个叫做Magazine Shell 弹簧叫做Spring 上面这个顶的子弹往上走的这个东西叫做Follower 这个叫做Floor Play 然后这个叫做Base Play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装回去 你这个Follower进去的这个方向要对 最好你是在拆的时候呢 你需要去做一个记号或者照一张相 一般的话你装这个时候 只有一个方向 它可以顺利的进去 Floor Play它应该跟你底部这个开口的形状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放进去的时候呢 你这个按钮是朝上 然后你就把它这样放进去 刚好吻合这个底部这个形状 然后你再把你的Base Play 这样从这边插进去 听到滴答一声以后 这个按钮从这个洞里出来以后呢 这就装好了 那么现在这个弹下又恢复到了工作状态 没有大的故障 不需要去拆任何里面的这些东西 你清理就好了 有的时候上半部会出现故障 你要拆这个东西的话 也需要用到这个工具 然后它看到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按钮 你可以把这个工具伸进去以后呢 把它往下压 看到没有 你把它压的同时 用这个拇指把这个往这个方向推 看到没有 这就推出来了 防止下面有东西弹出来 用手指遮好 把它完全推出来 Emplay出来以后 你看到没有 这是你的激针 激针就出来了 这个东西是你的抽弹器的弹簧 你把它抽出来以后 这是抽弹器 这是撞针阻断保险 你把这个用手指把这个撞针阻断保险往下按的时候 你这个抽弹器就可以拿出来了 然后你这个撞针阻断保险也可以拿出来 在撞针阻断保险的底部 有一个弹簧 不要丢了 很容易丢的这个东西 在原来装激针这个地方呢 里面有一个塑料管子 这个塑料套不需要拿出来 除非它是有故障或者裂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整个这个套筒就被拆掉了 再次告诉大家 你一般是不需要拆这么多的 真的有故障 你需要处理的时候 你再拆 这是抽弹器 抽弹器就是说是 这边有个钩子是挂在那个子弹边缘底部 钩子呢会把那个子弹 从这个枪汤里面抽出来 这是抽弹器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边太脏的话呢 它会挂不到这个子弹的边缘 所以说是你的抽弹的时候会出现故障 然后你会造成卡壳的现象 抽弹每次都抽不出来的时候 那你就要把这个拆出来 看是不是这边脏了 或者是坏了 这是它机针组件 这个也可以更继续拆下去 一般的话是没有必要拆它的 除非说是你的弹荒有问题了 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机针的顶部裂了 或者断了 你需要把它拆出来 你要拆这个的时候呢 最好的方法 把这个弹荒往下拨 你一定要把它往下拨到一个 一定的程度才可以 因为它上面这两个 有两个半圆的这两个塑料 是把它它是两个半圆这样卡在里面 然后让这个弹荒出不去的 所以说是你一定要往下拨 拨到一定程度以后 它这两个半圆的东西就可以拿出来了 但是千万记住不要放手啊 一放手你的弹荒就射得到处都是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给大家看 这是两个半圆的那个东西 它是在这里面这样 合在一起的 合在一起 然后顶住下面那个弹荒 让它出不去的 所以说装回去的时候有点难度 那么现在呢 这个是撞针 现在这个机针呢 它上面有个这个塑料套 你把它拿出来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 就是整个的机针组件 那么既然我拆开了 那么我就把它清理一下 好现在我们再把它装回去 你看到没有 它这边有个槽 你这个机针是这样的 这样挂上去 然后弹荒从上面这样上去 然后你要用手指 把这个弹荒往下拨 拨到最下面 然后把这个半圆的 这个两个东西从两边呢 塞进去 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把这个slide放到这边 它这边有个凹下去的地方 你看到没有 然后你把这个 凸起的这一部分呢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像这样 然后 你再用手 把它往下按 然后把半圆的这个东西呢 从旁边 放一个进去 然后把另外一个半圆呢 从另外一边这样塞进去 大家看到没有 两个半圆 这个需要一点巧劲 需要练习一下 就是说是你弹荒下去以后 它刚好腾出了一些空间 然后你把两个半圆这个东西放进去 然后它上来的时候 就顶住这个弹荒 让它出不来了 千万不要在这里加油 不要让它有任何残留的清洁液 或者油 如果说是你的油 或者清洁液 在这里有的话 会让它更容易积累 这些弹药发射后的残留物 整个机针的这个槽里面 要尽量保持干燥 抽弹器的弹荒 刚才我清理了一下 好 现在我们把它装回去 装回去的时候 有一个顺序 顺序是什么呢 先把这个小的弹荒 还有这个撞针阻断保险呢 放成这样 然后从这个洞里面呢 放进去 它下面 当然下面有个弹荒 你把它按住 按住以后呢 你的这个抽弹器 后面有个源头的这个东西呢 朝你的枪的后面 这样塞进去 放开你的这个撞针阻断保险 它就卡住在里面了 这个时候 你再把你的撞针放进去 只有一个方位可以放进去 你看到没有 就这样 然后你再把你的这个 抽弹器的弹荒放进去 塑料头的这个头呢 朝枪的后面 朝你自己 这样放进去 然后你现在 你用手指把它按着 把这个底片塞进去 塞到这里以后呢 你过不了这个弹荒 然后你用这个工具 把这个弹荒往下压 继续往后推 听到滴答一声以后呢 就装回去了 现在你的这个上半部 这个slide 又恢复到了工作状态了 这把枪的现在这个状态 叫做fuel strip 现在我教大家 如何去清理一下 这把枪其实很干净 没有必要清理 我只是给大家示范 应该怎么样去清理 一般的话 我把一把枪拆成这样以后 我第一件事做的 就是说是 把药先喷到枪管里面去 让它在一边泡着 让它在一边泡着 然后呢 我把这个slide这一部分呢 喷一点药 把枪的这一部分呢 也喷一点药 然后你找一些 这些小碎布 开始擦枪 你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 是铁跟铁接触的地方 有一些机械部件 需要自由活动的地方 那些地方 如果说是残力物多的话 会影响枪的这个功能 残力物太多的时候 你需要一把铜刷子 它不会对枪造成任何的影响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铜呢 要比这些 刚才要软得多 用这个铜刷的原因 就是说你光用手和布 有些地方你是插不到的 所以你这个用铜刷子 可以把一些脏东西 这样插出来 如果说是有些角落呢 你够不着的话 你还可以用一个 一些这样的小工具 然后把布塞进去 然后把这些脏东西带出来 我现在这把枪其实并不脏啊 那么下半部就这样轻好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看我七年前那个视频的话 那把枪我足够插枪 插了三十多分钟 非常仔细的插一把枪 大家可以去重温一下 那个视频 上面这个slide 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个沟槽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沟槽呢 是这个枪的上下两半部分 接轨的地方 而且它会这样 在这边高速的来回行走 你这边一定要把它插干净 保证它可以顺畅的 这样前后这样活动 撞针出来这个地方呢 尽量保持干燥 你不像任何残留堵住这个撞针 枪管在泡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你可以给它做一个清理的 哥洛克本身 他给你带了一个塑料的 一个这样的刷子 去刷枪管 那个可以丢掉了 用不着 根本无法擦干净任何东西 那么所以现在呢 我就用这个 我自己买的这个铜刷子 然后把它这样 在里面这样过 那么很多人问说 你这样擦 这样来回 再用一个金属刷子 在里面这样来回走动 不会对枪管造成伤害吗 杆子的质量 还有这个刷子的质量 它的硬度是远远不够 这个枪管的硬度的 所以它不会对它造成任何伤害 我在油管上看过 有人专门做实验去辟谣 如果说是你反之这样擦的话 会不会把它弄坏 它那个电钻 上了一个这个铜刷 在这边钻了几分钟以后 完好无损 用一个软金属 碰一个硬金属 你是不会对这个硬金属 造成伤害的 有很多人说是 你一定要用一个什么刷子 从尾部进去 然后把它拆开 然后再把它拿出来 再上豪 再插进去 我觉得真的浪费时间 而且说是 就算你的枪管出现问题的话 你一个枪管 这一个枪管多少钱 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 还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叫做Jack 然后你可以顶一块布 你不要把这块布 顶在正中央 你要稍微顶在旁边一点 然后把这块布 从这边插进去 把脏东西 从另外一边推出来 在这样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的喷点一样 让它这个布湿一点 比较容易 把这个脏东西 吸附在这个布上面 还有一点 你插这个枪管的时候 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这个冲塘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如果太脏的话 你需要用一个这个刷子 把它过几遍 因为冲塘的时候 子弹是靠着这个 顺着这个往里走的 如果这个地方脏了的话 那个子弹可能静的不顺 可能会出现卡壳的状况 我现在插枪 远远没有我七年前插枪那么仔细 我现在最怕插枪 枪管插好以后 你需要做一件事情 你需要拿一个手电筒 或者对着一个光源 你这样看 枪管插得干净的时候 它里面应该是非常光滑的 就是说是会反光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检查 你的枪管 有没有插干净的一个方法 提醒大家一下 你没有必要把一把枪 插到跟一把新枪一样 你是不可能把一把枪 插成新枪的 你的目的 只是把这把枪保养好 让它就是说使用的时候 在最大程度上 减少故障的几率 附近弹簧 大概插一插就好了 也不需要去上游 因为它里面塑料 塑料本身它是可以有一定的润滑作用的 好那这个时候我的枪管就插好了 插好了以后呢 我会在枪管的表面 薄薄的上一层油 用手抹开就好了 最后再用一块布 沾一点油 用这个Jack 把它顶进去 从这个枪管里面 这样过一遍 这使在你的枪管内部 薄薄的肚立层油 防止生锈 好我们把这个套筒装回去之前呢 我们要检查一下 它的内置保险 这个叫做撞针阻断保险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详细介绍过这个保险的 今天顺便提一下 因为每次插完枪 我都会检查 我Glock的这个保险 现在很多这种 现代的这个半身手枪 都有这个保险 就是说是你不扣扳机 你的撞针是出不来的 就算你的枪摔到地上 你的撞针响出来也出不来 你一定要扣动这个扳机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它下面有个弹簧 平时呢 它是挡在你的撞针 和你的这个子弹的敌火之间的 Glock上面有一个这个东西 你扣动扳机的时候呢 它这个会往上顶 扣动扳机的时候 会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把这个往上顶 还有一个就是释放你的撞针 这两个动作要同时完成 就是说是 这个东西会把这个往里按 然后再把撞针释放出来 就是说这个撞针阻断保险 如果没有受挤压的话 你的撞针是出不来的 你一定要有个东西 把它按住 你的撞针才能出来 你看到没有 我不按住的话 你的撞针是出不来的 这就是Glock 它的安全设计的巧妙之处 只要你不扣动扳机 你的撞针是不会随便出来 撞到底火发射那颗子弹的 希望我今天这个解释 让大家对Glock的安全性 有一个更深入一层的了解 Glock的扳机杠杆保险 还有它枪身内部的撞针阻断保险 防止的是在没有刻意 扣动扳机的情况下 不发射子弹 防止不经意触碰到扳机 也是一个重要的防范措施 在遵守枪线安全守折的同时 一个质量合格的枪套 也是避免无意触碰扳机的必要装备 一个合格的枪套 应该可以长时间保持不变形 而且可以完全遮盖扳机环 这样才可以保证在没有拔枪出来的情况下 扳机不会被不经意的触碰或者勾挂 然后释放撞针 由此激发弹药而造成走火的事故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回去 装回去的步骤一样 枪管先放进去 附近弹簧 套筒底部这个槽的地方 几点油 看到没有 我挤的油是在这里 然后顺着这个槽把它上进去 使劲往后一拉 多拉几次 现在你的枪就恢复到了工作状态了 为什么这样上油呢 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完全接收到 所谓铁碰铁的地方 然后你再拿一块布或者一张纸巾 把它枪身上面多余的油 这样擦干净 这个子弹是教练弹 英文叫做snap caps 这个子弹打不响 这个是专门用来做示范用的 我现在用的教练弹 给大家示范一下格陋克的基本操作 那么今天我示范这个基本操作呢 可以用在其他的半子中手枪上面 大同小异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你去枪垫 然后他会让你做一个安全示范 你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去操作你的枪 他会给你一颗这样的教练弹 他会说是你把这个子弹压到你的弹架里面去 然后放到枪里面去 拉动套筒充膛 这个时候呢 你的枪处于上膛的状态了 然后他说你现在不要扣扳机 你把这把枪恢复到安全状态 如何操作呢 所有的枪要恢复安全状态 你都要把这个弹匣退出来 就是说是要停止给他一个供弹的一个装置 然后呢 你把这个套筒往后拉 可以多拉几次 把枪堂里面的这个弹药 然后把它退出来 最后呢 你还要看到枪堂里面是没有弹药的 因为什么你一定要看到呢 就是说防止你的抽弹器失灵 那颗子弹没有抽出来 所以说是你一定要看到里面没有子弹了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放心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套筒往后拉 然后把这个套筒锁往上顶 然后把这把枪处于这个空仓挂机 你的这个枪口也要朝这个安全的方向 你把它放到桌上 抛弹孔向上 这个时候呢 你的枪就恢复到了一个安全的状态 这是一个半自动手枪的基本操作 那么我有做过一期视频是介绍 常见枪械的基本操作的 我会把那个视频的链接 放到我这期的简介部分供应参考 如果你把枪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以后 你的枪会变成这样 你需要做的是把里面已经打光的弹侠退出来 拿一个新的弹侠放进去 然后轻轻的把你的套筒向后拉一下 这个时候呢 他又把一个新的子弹冲膛上去 然后你可以继续发射 这是半自动手枪 如何去更换弹侠维持火力的基本操作 如果你只给格洛克做一个升级的话 我觉得最值得做的升级呢 就是铁苗 因为格洛克本身的铁苗 它不是夜光的而且非常粗糙 那么其他的一些升级 比如说是你把套筒切得很好看 然后说是给这个里面的枪管做电镀 然后做改成各种颜色 有很多方法把一把五百美元的格洛克 改成两千美元 如果说是你觉得说是外观华丽的话 值得收藏 我个人觉得收藏枪呢 跟收藏古董一样 现在值钱的枪以后才会值钱 现在不值钱的枪以后也不会值钱 现在烂大街的枪以后也是烂大街 但是你钱都可以任性 我觉得格洛克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枪 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值得收藏的枪 它是用聚合物做的 精密度并不高 工艺也没有说是很好 你把它改的再好看 它还是一把格洛克 它还是一把五百元底价左右的枪 我的格洛克能工作就好 我是不会花太多的钱的 现在我19的铁苗是有夜光功能的 而且它的工艺远远要比这个原厂铁苗要好得多 这把枪是我拿去靶场玩的 所以说我把它扳机改的好一点 我就想看它到底能射击的时候能射得多准 那这把枪是随身携带的 所以我带它这把叫做Bullside 你要把那个圆点放在那个圈的中央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瞄准了 这个很特别 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但是这个很特别 这也是我随身携带的一把枪之一 这些所有的铁苗升级都不贵 这个而且说是它这个扳机升级也不贵 我不会再花更多的钱在我的格洛克上面 最后一点建议就是选择考量 那么我经常听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让我给介绍一个 比较适合亚洲人手型或者尺寸的枪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亚洲人没有什么特定的手型 你的手只有手大手小 你的手指度只要能抠到这个扳机就好了 手指度到掌心的距离 你要对应的是你的扳机 到你这个握柄最底端的这个距离 你握枪的时候 你的掌心是在你的握柄的最后端 只要你可以握住这把枪 而且你的手指度可以接触到扳机的表面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这把枪就是适合你手型的一把枪 个人觉得枪身的厚度握柄的长度呢 比较重要 你可不可以操作这把枪 并不取决于整把枪的体积 这把26其实我就握着不稳 因为我的小拇指完全握不到 格洛克的握柄设计绝对不是市场上最好的 有很多枪比它强的多的多的多 你有条件的话你可以选择一把感觉最好最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理解的是 使用枪的时候 你的心理素质 你对枪可不可以熟练操作 还有你设计技巧 要比你这把枪握着舒不舒服重要的多 你应该做到任何一把枪 你捡起来就可以用 而不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那一把 或者自己握着舒服那一把 你才会用 真的出了事了 你不一定有时间 只去拿你最喜欢用最顺手的那把枪 我现在不能说是我所有的枪 我都可以熟练的掌握 但是说是现在有人给我十把枪的话 我最少有八支枪 我可以直接操作 还是那句 你有钱可以任性 你可以买一百支自己最喜欢最顺手的枪 家里每个角落放一把 身上佩戴也是同款 然后车里放一把 包包里放一把 这样的话你可以随时接触到自己最顺手的那把枪 格洛克有些什么缺点呢 它不是非常准确 但是足够你自我防卫使用 你掌握的好的话 你打个25月二绝对没有问题 25月二以内不管是家防还是个人防卫都足够用了 还有一个缺点经常听别人说的 就是说不好看 丑 但是丑不是原罪嘛 对不对 就是看着不好看 但是说是不影响它的功能 第三点就是原厂铁苗很粗糟 我建议换一下 第四就是它的扳机不顺化很粗糟 但是你可以去习惯 如果你是随身携带的话 我不建议去换扳机 握柄不会很舒服 但是除了这些它的一些缺点之外 没有其他的任何毛病 对它的功能没有任何影响 对它的稳定性没有任何影响 它的优点 第一点就是便宜 第二就是兼容度好 它的零件很好买 还有很多第三厂房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配件 第三就是说它的功能非常稳定 第四就是操作简单 大家刚才看到了 如何拆卸 如何组装 都非常简单 而且它这个保养简单 不娇气 它的口径和尺寸选择也很多 我从一开始接触枪械 带学生 然后创办这个频道 只要有人一问我 第一把枪应该买什么枪 我一直都建议说是Glock 19 9毫米 因为它长短适中 可以加防 也可以携带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你买不了吃亏 也买不了上当 所以说对于新人入门的话 Glock 19 9毫米是最佳选择 入门以后 你再考虑去买其他品牌 或者其他型号的枪 也不迟 多数的人一旦接受枪械入坑了 不会只买一把枪的 这是我的枕边枪 这是一把Glock 21 SF第三代 点四五口径的 SF的是 Short Frame的缩写 就是它把扳机和握柄 最后端这个距离缩小了一点 这样比较适合手小的人 我并不是说是我的手小 我只是觉得说是 我这把枪握的时候比较舒服 而且说是 我有打过点四五的 这个口径的这个Glock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我在控枪方面 没有任何问题 我反而觉得这个点四五 我打的比那个 九毫米的还要顺手 所以说我就买了一把 这把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左手边是我老婆 右手边就是这把枪 如果说是晚上 真的有贼进我家的话 迎接它的将会是 这一把点四五口径的 Glock 21SF 好 这期视频我讲的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耐心的看完 讲的不清楚 不准确的地方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那么我的频道 因为涉及枪械话题 一路过来被频繁打压限制 很多视频不得不舍弃流量 才可以上传和避免被限制 我已经开通了这个频道 Thanks的赞助功能 谢谢你们对我频道 七年来的支持和鼓励 放眼全世界和美国现状 我对未来社会稳定性并不乐观 而且我的担忧 并不仅仅止于生活在美国的 我同家人的人生财产和安全 请记住 永远不要放弃你拥枪的权利 不要放弃你的言论自由权利 不要放弃你的投票权利 一旦你不使用 不珍惜这些权利的话 就会被废制 被废制的权利 绝对会被回收 一旦你的权利被回收以后 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理智的统治阶层 会把已经回收的权利还给你 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的权利 唯一存在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第二修正案 拥枪权紧随其后 都说笔杆子才是王道 但是你没有枪杆子的话 笔杆子你未必摸得到 我是脱枪式神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